K-Look 一个庆州一日游的行程 这个行程它就是会在一些比较大的点 然后载你上车 之后呢它就会载你们直接到景点 然后那些导游呢也会跟你讲解一些 就是这里的历史或者什么的 那我们今天的第一站就是在佛国寺 这有工业的 稍微有一些 我们到达了佛国寺最主要的大雄店 感觉近期是有什么祭祀的活动 所以旁边都摆了很多的鲜花 也有很多的蜜蜂 除了主要的殿堂之外 在殿堂的后面啊跟四周也有一些其他的店 比如说观音店啊 米勒店等等的 也可以去参观 然后爬很多的楼梯 这边的城墙呢都是用一些石头启程的 据导游说是非常稳固的 这里有非常壮观的石头堆 韩国人有一些地方他们就是会使用这样的许愿方式 就是你要把这个石头叠高高 然后不要掉 像你叠成这样一个小塔 那你的愿望就会实现 吉乐店它前面的特色呢 这边就是有小金珠 Klook的第二个行程 这里是雁鸭池 其实是以前东宫太子住的地方 整体还蛮心旷神怡的 对它是有很多树木 有池子 有鸭 鸭鸭鸭鸭鸭 它也都是草坪 草坪 它也都是草坪 秋娜 晚上的燕鸭池 就是这个beautiful角度 我们现在示范的就是第一套王美造型 来帮我们换几个pose 一 二 咔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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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是你也可以选择另外一个模式 在这个地方 扮演东宫的太子 在流浪自己的工程 看看这个池 看看那个鸭 为您示范的是 二号名模 这里的话呢 感觉比较分多丁系列 你也可以绕到湖的后半段 就会有一些 小小的树林 你可以走在里面 对面的城池 隐约 有没有一种 哎哟 你看得到我 哎哟 不给你看 占星台本人 秋天的粉红色盲槽 哇这都比有一些小朋友还要高了 可能也快要比我高了 哇 走进来啦 还有 被救 你 呃 呃 呃 哇 呃 呃 我们这次参加Keluk的行程 现在正在比较free的时间 因为这一区有比较多 说近也是近 但说远也还好的一些地方 像是占星海和天马种 这里就是天马种 它不会难找 它的标识还蛮清楚 它就是独立自己的一个种 这个我要这样说 请阶段操心 好操心啊 要操心一下 大家走到天要操心 我们在大厘外面 我们在大厘外面